科音系統 我教你們怎麼洗啊 這邊可以看出來 裡面有一堆能力值 應該所有職業都是一樣的 那這時候呢 這時候你只要看說什麼呢 你要看你這個職業 哪幾個屬性是你要留下來的 他要怎麼樣開到下一階呢 就是這一階 這個同一階的能力值 三條都是一樣的能力 數值可以不一樣 但是你前面的冠名屬性是要一樣的 譬如說三條都是MP 你就會達成通關條件 開啟下一個 以此類推 他的狀況就是 你第一條開完三個 假設你想先開到後面 你這邊開三個MP 這邊開三個HP 這邊開三個命中 你為了要命中開到第三階 然後你想回頭再洗一二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我建議是 每一階都直接開到定位 往後開 不然你後面如果哪一階 不能開的超漂亮 結果你要回頭洗 不行 這邊就要洗掉了 全部都不能保留 所以我建議是直接開 第一階要用什麼呢 就是以我輸出角來說 第一階我會留什麼呢 我會留暴擊率 還有狀態抵擋 這兩個我會留 來啦 我們試試看喔 他刻印一次 這遊戲 刻印一次 會出現 這個其實蠻好看的 可是三個能力都不一樣 有點慘 我們就按一次變更 然後你一樣可以看他 你可以咪牌 三經驗嗎 哈哈 靠北 幹我要把他留啊 等一下 幹我要把他留啊 我操好你的 我想要暴率耶 可是暴率感覺很低耶 我看一下機率 好給你們看 我開給你們看 刻印機率啊 三個欄位 相同能力值出現的機率 第一階段8% 其實8%不難啊 那8%真的不難喔 8%以期望子來說算高的了 但是你要想 這8%出現的屬性 第一階段 暴率只有2% 所以我為什麼說暴率很重要 因為暴率很難洗 所以他機率低很正常 經驗值是最 經驗值HP跟MP是最好洗的 所以你要洗出這些 你要洗出3經驗 3HP跟3MP是機率最高的 洗出3暴率 3抵抗 非常難 我至少要洗出3抵抗啦 好不好 我覺得3抵抗應該是基本的 然後2、3、4階就 真的就是隨緣了 人品了 然後你要看一下喔 他這個 你前一階的能力值 顏色 可以決定你下一階 是從什麼屬性起跳 像你看我前一階 兩指一斤 他就是觸發了高階屬性 等於說我這一階洗出來 就是高階屬性 最高階就是要有2斤以上 對他會依照你的 你的那個顏色最多的 來決定你下一階的屬性 是什麼起手 所以我這個就是高階屬性起手 我覺得這個屬性至少要雙子 你不用三子 你也不用三斤 但是雙子很基本 因為雙子你才可以 你看雙子 你看才可以觸發高階屬性 頂客一定是洗兩斤啦 兩斤就是觸發最高屬性 最高級屬性 這個像我現在是高階屬性起手 所以我的基本值是2到4防禦 如果你們是洗白的話就是1到3 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留耶 靠杯啊 好好好 我不洗 我先留著 我們當領頭羊 反正老王還沒洗到嘛 我領頭羊我先超越他 我往後洗 第二條 以我來說我會留什麼呢 三防禦我會留 三減傷我會留 就這樣 我會留這兩個啦 三防禦跟三減傷 不是頂客玩家的話 其實只要求三屬性 都是紫色或金色就好 不用去奢望你洗到你要的三屬性 因為光洗到三屬性 然後紫色高階以上就很難了 你還要去洗到高階 又要你要的屬性 就是三條都是8% 7% 5% 2% 2% 2% 的機率出現 三個一樣 然後你又去看裡面的屬性 他的機率值又更低 比如說你要洗到暴率 就是8%裡面再乘以2% 就是零點幾%的意思 會出現三暴率 然後三個都紫色跟金色 又是看人品 所以韓國玩家說你 如果沒有覺悟的話 不用太執著 主屬性 那我只是分心跟人說 哪個屬性對你是比較有幫助的 而且我先講這個印記 現階段 像今天更新完之後 印記我算了一下 他不是無限的 他真的用完就沒了 所以你要無限 你說頂客就算他有錢 各位 這個不用想了 這個一定要洗掉 第一個3MP 第二個基本屬性 這個一定洗 這個不用留了 這種就不用留戀了 除非你是維克 你維克跟奈米克 只為了要開的話 你可以先開 但是我是誰 我怎麼可能 我的尊嚴7% 怎麼可能讓我留3MP 因為他有 因為我跟妳講 這如果給我 這如果給我兩個紫色的 我就留了 這他媽的 這給我兩個 這給我兩個 這給我兩個紫色我就留下來了 oh fucking you 這個不留 這個我絕對不留 這個300我絕對不留 抱歉 我有尊嚴的 臭 連續兩個7% 你敢信 欸我 我不要 我跟你講 我跟你們分析一下 你1 2 4 都可以有一班 但是關鍵的3跟5 一定要高級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有命中 會花最多材料的 都是3跟5 因為3跟5裡面 他們要洗的是命中 其他都不重要 反正我說過了嘛 所有的部位 所有的屬性 看到命中 就是命中 沒有別的了 你們要把所有的資源 留在 洗2高階以上 跟4高階以上 還有3跟5 刷命中 這個沒得選 我一定要洗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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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嗚 喔 紅了好痛喔 不過 聊天室該溜一波了吧 領數啊 減傷瞬間多10% 10%全傷害減免欸 什麼叫做科硬大師 好啦 這一條 我全部all in 1000多顆 在這一條 刷這個命中 我也願意 我也甘心啊 命中哪怕是三個都是白的 也要收 因為你三條可以開下一階 然後命中又只有2% 哪怕你是三個都是白色 你也要留 聽著 命中很重要 而且不好洗 命中只要有 三條就收 他這個其實還算 我覺得這個 哇靠 你那大聲什麼啦 什麼叫做科硬大師 你那我差點噴出來 怎麼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 有命中一定要留了啦 就是有命中 你不要管是不是三金了 你們可以算一下嗎 有沒有數學大師幫我算一下 第三條 三條一樣的機率是5% 然後 中命中的機率是2% 我首抽5%再中2% 是0.00 多少 01還025 欸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機率跟什麼樣嗎 這個機率 就跟你抽那個11抽 抽到金便是一樣的概念 對這個不能再洗 這個不能再洗 好我們洗這個 這個的話我看這個 第四排的話 我是低階嘛 所以後面不用看 我這個會留攻擊啦 攻擊全傷害 要水恢復率 其實也可以啦 因為我發覺這遊戲 喝水喝很慢 你們有發現嗎 這遊戲常常水喝不回來 未來韓版會不會出什麼 特大水啊 我現在第三世界的大水 很多怪喝不回來 然後我不可能 無限壓傷成水 傷成水那5%水又太傷了 5%水給那種 捍衛者啊 聖者吃很划算 因為他們血量高 那5%換算下來很划算 那跟我們這種殘血的職業吃 就很不划算 所以這個 我覺得藥水恢復率應該 未來後期可能會有點幫助 來吧洗吧 我剛剛講到一半 他突然就跳出來 還有我中斷了 我說這遊戲的刻印啊 至少他不會因為階段提升 他的消耗道具變多 他不管你怎麼洗 他都是一次消耗一個硬幣 對吧 他不管你怎麼洗 都是消耗一個硬幣 我覺得這個 至少這個設計上面來說 讓我們心裡面安心一點點 我如果發現 你每一階往上走 他的硬幣量Double提升 一顆 兩顆 四顆 八顆 那我跟你講會洗到皮笑 所以我不得不說 這個 這個遊戲設計者 還是有點良心的 至少這個是一顆啊 他沒有每一階加倍 其實我蠻賽的 因為你們知道 我講一下 這個 洗到三條一樣的幾率是 8% 這個7% 這個5% 後面兩個洗到三排就2% 其實我 我洗到三排的運氣都算好的 我蠻歐的 怎麼會這樣子啊 2%被我洗一下就出來了 沒有沒有不是不是只看三五千天 是三五一定要堅持命中 五就不用強調了 因為五 因為他目前沒有六嘛 所以 你應該說我講白一點 其實只要看二三四就好 第二條要洗到高級以上 因為為了要開第三條的命中 好 第三條就是一定要洗命中 三命中 然後第四條就是一定要洗到高級以上 至於第五條其實可以放鬆 你可能洗到兩個命中 另外一個不是命中 你也可以收 因為沒有第六條 所以你不需要幫第五條開三屬性吧 除非你是要追求這個藍位 你全部都洗完之後 他還要再判斷你這個五個洗得好不好 基本上裡面只要有一個白的 你就是低 你就是低基本的 所以至少要五個都是紫色 你才會開到攻擊加三 我覺得沒差 有命中比攻擊屌 哇操 工程師 你是不是在搞 這會開 這不會開欸 好煩喔 欸這兩個頂數欸 全傷害加3% 超頂的 欸這是不是在搞啊 我差點起飛欸 哇可惜的三斤 對可惜的三斤 好啦我們先停吧先停吧 剩下的明天再起啦